五百十六萬你可以研發成整個政治現金的大風暴 你說你會處理事情 我都覺得好疑問 對啊 而且從來沒有人政治現金出這麼大的事 對啊 你們不要小看柯文哲要搞導營事業 人家有出過書的 柯P管理學有沒有看到 他講什麼 價值 領導 創新 柯文哲真的有價值嗎 沒有價值 賺錢 賺錢買一點二億的豪宅 價值 對不對 領導 你領導的團隊現在搞成這麼大 還需要跟我們大家道歉 那麼多的爛帳 你怎麼領導 還創新 創新有 他的爆章方式太創新了 對對對 那個真的是很厲害 爆章方式 讓大家覺得超乎我們對會計師的想像 發現柯文哲的夢想 不是當臺灣總統 蔡壁吳跟他混了三十年 從頭到底搞錯 I have a dream 是不是一般人說 我就是眾生平等 我幹大事 結果今天將金周刊爆料 民眾黨會走到這步田地 坦白說不讓人意外 一連串的爭議 追本溯源 是柯文哲有一個 dream 柯文哲一心想搞自己的黨營事業 而且金周刊採訪了三位不同時期的黨工 都證實了這件事 原來柯文哲的夢想 有時候會不高興 他有時候會覺得說 幕僚防備心太重 你不是整天幫我踩煞車 行為幕僚都揭露 連採購禮品盡量都以自己人為主 事事計較 似乎都跟柯文哲一心想 發展黨營事業有關係 包括不少地方幹部都曾聽柯文哲說起 國民黨有黨產 民進黨有國營事業 民眾黨也要有黨營事業 柯文哲想要這個像這個國民黨一樣 擁有這個國營事業 在打地方選戰開始 柯文哲也希望那時候就有 屬於自己的公關公司 自己黨裡面成立我們自己的 那個民調的中心 傳出讓他鐵勒心 與其讓別人轉不如自己轉 就是2022年高鴻安參選新主市長 六號 六號 高鴻安 地方選戰激戰讓柯文哲深感資源匱乏 豬看揭露 柯文哲在2022年10月 悄悄成立木可公司 指定高中同學李文中擔任負責人 而檢視大選花費 支付給木可4063萬 甚至還給了1300萬的授權金 也被質疑左手交右手 根據政黨法的規定 那就是政黨不可以經營盈利事業 民眾黨是非常清楚政黨法的規定 柯文哲與木可公司間不輕易的賬目 破滅自己聲稱的新政治財政紀律防線 我覺得不是一家人不敬一家門 高鴻安做美兩年立委就倒了 為什麼為了錢 然後戰狼小姐姐 他輸入折扣 是幹嘛 是為了錢 他已經偷偷去拗木可了 對不對 這個給柯文哲知道會被扒一成皮 另外這個黨營事業其實金周剛很細膩 訪問到幕僚A 幕僚B 幕僚C 不同時限幕僚 幕僚A說什麼 當時柯文哲都交代什麼呢 我們如果訂購禮盒 要找黨員的公司 飛水不漏外援錢 幕僚B是說什麼呢 柯文哲過去在黨內說 國民黨有黨產 民進黨有國英 那我民眾黨也要黨營事業 幕僚C講得最好笑 他說什麼呢 他每次走訪各地 看到有潛力的青龍種香蕉 拔辣西瓜 他就說 我們要入股一下 投資一下 哪有這種事啊 你看到青龍 你問他有什麼困難 中央這次要幫你爭取一下 你問OK 你要問他說要不要入股 哪有這種事 結果黨內踩煞車 提醒政黨依法不得經營 或投資盈利事業 還會被柯文哲賣 所以請問委員 這個人當總統可以嗎 基本上你光看他說 要民眾黨想辦法拓展財源 這個就政黨經營完全不一樣 對 政黨是要付出的事 柯文哲常說 民眾黨要想辦法拓展財源 對啊 這是企業的理念 沒錯 那他要經營企業 他要做老闆 對 他不是要當黨主席 黨主席就是要把每一分錢 尤其有政黨補助 對 你有政黨補助 你要怎麼把錢花在刀口上 對 在有限的資源當中 當然在合法的募款你都可以募 可是不是用所謂的左手 入股輕農 對 左手右手自己搞啊 而且他有一句話說真的 如果你這樣子講 民眾黨的黨員應該很感興 對 民眾黨的錢要給黨員賺啊 結果給Vicky折扣嘛 對 但是如果這一句話這樣子單純講 非常非常讓大家 黨員很窩心哦 你看我們的黨主席多貼心 可是不是啊 原來他的黨員是要李文娟 他的黨員是要Vicky 對 要承知他要自己人才能賺 沒錯 就是要自己人 那你這樣子是不是所有的黨員 心在滴血 我原本認為哇 柯文哲黨主席對我來講 好棒棒 你這麼體貼 我們知道說 哇有錢大家一起賺 這很好啊 可是原來不是 你所謂的黨員有設定的 而且是左手到右手 剛題飛委員特別聊到 柯文哲的標準是兩套標準 又是他身邊的人花錢大手大腳 你如果不是他身邊的人 不好意思 每一塊都給你摳到底嘛 對不對 所以現在網路上順口六已經出來 這是結局制 一位精醫師 真的非常厲害 精醫師他說什麼呢 你如果呢 是自己人 就是上義夫 哇 你的身價有上義的男人 那你如果不是自己人 就是三千載上義夫 然後呢 你如果不是自己人的話 你就是什麼呢 誠實以報 每一塊錢都給我好好報 你如果是自己人呢 你就誠實以報 才以十倍再來跟我報章就好 那你如果不是自己人呢 我就跟你講 居住正義 自己人呢 居住 我正你一億 居住正義 然後呢 三宅一生 但是三宅一生 則無旁貸 柯文哲則 柯文哲不貸款 現金買房 所以題飛委員 柯文哲真是兩套標準耶 其實我覺得說 在一開始在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那時候 其實柯文哲還蠻高規格在要求自己的 對 對不對 尤其你看哦 二零一八年 他當時候在整個財務 他還會要求成立一個叫這個 財務監督委員會 是 專門在監督他所有的財務狀況 然後那時候他就聘了 民眾一開始所聘的就是糧售局 對 梁秀玉他是前北市府的主技場 我告訴你 那個找主技長 那個是知知 潔潔 都把你挑得很清楚 他當時候知道找梁秀菊 為什麼你之後之後變了李文中呢 這個他們內部完全都搞不清楚 因為你怎麼會把一個可以幫你掌控 可以跟幫你把關的換成李文中 梁秀菊太嚴了 錢很難用啦 錢一樣喔 一樣的錢 兩千塊 他都是一樣 科目補隊 我不讓你生氣 科目補隊再來說頭 還有人喔 和平區區長補選 幕僚因為突發狀況 從高鐵台中上搭計程車上山對不對 搭了兩千塊計程車 被梁秀菊說 你為什麼不包車 他嚴格成這樣 對啊 所以可能就是這樣的嚴格 哇 後面如果要改變作風 很難改變啊 那乾脆就把他換掉 換李文中 然後呢 這就是執行他們所說的 民眾黨的錢要給黨員賺 所以他直接就請李文中的妹妹 李文圈 就成立了木可 其實我想我們都選過局的人 我一直都提醒說 民眾黨現階段真的不要再變了 應該是把所有的問題 從法律的位階當中 一件一件把它理解清楚 否則你洞會越挖越大 因為你光這個授權的問題 我們每個 包括我相信這個政治人物 有做小物的人沒有這種事 對 一定都有小物有授權 可是這個授權 往往都是競選總部的 不可能是木可公司的 你競選總部有可能下面嘉義的 要用我的東西 沒錯 還給他授權費 變成要PK 對啊 這個太奇怪了 對 所以他們認為說這整個就是一個不合理狀況 那不合理狀況是不是就變成是左手右手 不斷的這樣的一個交換 對 那現在包括為什麼木可公司要把帳關掉 因為他一定要清算清算不來 對 太多了嘛 對 而且你今天賣小物 賣小物都是競選總部收 怎麼會是木可公司收 對 這就是最奇怪的 通常我們所有 因為我們都跟過這個總統選舉 小物就是競辦收錢 競辦開政治現金收據 然後你製作成本 你來付 付製作成本 然後收款是我收 而且這個製作的成本 而且我不用 我完全不用授權 對啊 你幹嘛授權 授權就是我競選總部 我賴金的頭 怎麼可能嘉義縣市黨部說 我因為要授權費 所以要改PK 這個其實對於一個候選人是很傷的 所以為什麼現在 現在這個木可公司講不清楚 說不明白 那你現在這個柯文哲的臉書又直接說 我都不知道 這完全就是李文中 這完全就是這個端木正 完全都是他們 可是怎麼可能 你在當時候我們都有這個經過選舉 這個政治獻金 說真的 你今天會計師就是最後的簽證 他怎麼會管你智智節節 正好你今天吃幾個便當 你哪一個競選總部吃幾個便當 然後那個便當多少錢 是你自己財務要登錄清楚 沒錯 從916萬你可以研發成 整個政治現金的大風暴 你說你會處理事情 我都覺得好疑問 對啊 而且你 從來沒有人政治現金出這麼大的事 對啊 而且916萬這當中你木可公司今天真的如果我是民眾黨的黨員 我真的會覺得這個木可公司真的是應該碎事萬段 你們不要小看柯文哲要搞導營事業 人家有出過書的 柯P管理學有沒有看到 商周出版 商周是我們臺灣很重要的商業週刊 人家是很嚴謹的 他現在一本打七九折 他講什麼 價值 領導 創新 柯文哲真的有價值嗎 沒有價值 賺錢 賺錢買一點二億的豪宅 價值對不對 領導 領導的團隊現在搞成這麼大 還需要跟我們大家道歉 那麼多的爛帳 你怎麼領導 還創新 他的報章方式太創新了 對對 那個真的是很厲害 報章方式 讓大家覺得超乎我們對會計師的想像 所以我真的覺得柯文哲想搞 他想搞這個擋營事業 他真的有雄心壯志 柯文哲是一而優則勢 當醫生做得很好 想當做官 就選臺北市長一而優則勢 現在是勢而優則商 想要當商人 想要搞他的這個擋營事業了 所以我覺得我還是 還是奉勸他不要搞了 你今天已經弄成這樣子 可能還會因此這個報假罩而坐牢 你的擋營事業恐怕要經營是非常困難的 對 但是柯文哲